可能忙碌生活中难免有疏忽 但你的爱可以无所不能 全能狗S 世面为一 口服驱除跳蚤 鄙视 同时预防心思虫 每月一次内外驱虫 让狗狗远离致命威胁 保护裁权面 全能狗S 守护您的家人 让爱无所不能 人人都问设备维修业竞争高 我的公司如何脱颖而出 其实提高服务品质就是关键 导入外勤金斗云系统 设备订保任务自动发派 减少人为疏失 维修员到场手机随时汇报 查理成合约掌握库存数位维修单 同步寄送到客户email 合约到期系统提早通知业务跟催 不漏见 使用外勤金斗云提升客户满意度 你也能突破业绩新高度 我是赖士宝 向您推荐一位和我一样 来自非常穷苦家庭的优秀年轻人 曾献宇 台大公馆硕士 台积电卓越工程师的学经历 在大安文山电话民调 恳请唯一支持曾献宇 没中又没中 难道我就没有发财命吗 想赚钱不能靠投机 还要学投资 可是证券开户很麻烦耶 不麻烦 国票证券线上开户 三步骤五分钟立即开通 六月三十前开户想七百元优惠 成交一笔再送两百 交易满十万还能参加百万大乐童 再抽限量PS5 开户时输入推荐代码98 在加马送好礼哦 买股票来国票 快搜寻国票证券 国票证券经主管机关核准之 许可证号为110年金管正总次 第0071号 世界尺度正式揭幕 大同中原三 捷运海山站500米 千坪三泰绿海庄园 33层凌空百米地标 日本表参道国际建筑大师 台日联手传世名顶 24至78屏 刚股二至四房 2270-5288 磅礴登场 大同庄园三 时时刻刻刻报新闻 听见全世界 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news98 今天期货开盘涨51点 其实并没有跟上整体 可以讲说夜盘的节奏了 或者是说跟上这个美国盘大涨 因为在美股周四 这个费人半要理指数 其实费半指跟台股最密切相关的 台积电ADR在里面 费半指是大涨5.1% 这个辉达一口气涨了快10% 黄仁勋出来开全球使用者大会 开发者大会 这个放出了蛮多利多消息的 使得辉达的股价大涨快10% 但是并没有激励 今天整个台股往上走高 就显示今天开盘就已经 强中透落的情况 今天期货是开涨51点 后来收盘跌了48点 那美股周四道琼涨1% 标普涨1.4% 纳查克指数涨了将近2% 费半涨了5.1%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四大指数里面 费半指是涨最多的 这个半导体股票相当强势 但是其实今天整个台股的半导体股 除了台积联电强势以外 其他的都乏善可乘 除了一些投信持股比较高的 相关的IC设计股以外 其他大体上就乏善可乘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盘式呢 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 这个美国的期货盘 现在电子盘都是下跌的 纳查克指数跌了0.16%的幅度 标普跌了0.07% 道琼也跌了0.03% 连日上涨的美股 是不是有一点要休息的味道了呢 那欧股呢 今天一开盘也都是下跌 那这个拜登现在目前 人正在这个波兰 然后这个到边界去了 又加大制裁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是不是这个乌俄之间的一个问题 会更行的这个极端呢 这个德国目前是在平盘 英国跌0.2% 法国呢跌0.24% 全欧600指数也是小跌的情况 好那我们今天针对 本周的筹码面 以及展望这个季底 到下个月的整个趋势跟方向 我们今天请到台股筹码分析 股市乔哥 同时乔哥有筹码乔哥的股市学堂FB 可以给大家参考 乔哥你好 波马哥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乔哥现在我们节目现场 我们同样在YT上直播 乔哥这个从筹码面上怎么看 现在目前这个盘式 看起来周K线连二红 而且呢也过了月线嘛 不管上市贵都过了月线 就从底部拉上来 其实比如说以中交易厂来讲 从16700点拉上来将近1000点了嘛 所以都有脱离低点的一个情况 那感觉起来算是强了 那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他确实也是受到季线的反压 在这个地方 这个礼拜下半周有比较盘整的味道 从筹码面上怎么观察这个盘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一波从跌破半年线下来之后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 虽然这一波有上涨的幅度 尤其像最近这一个礼拜 因为外资刚好也在从3月17号过后 开始陆续的有在做一些买超 可是这些买超让整个指数涨上来的过程 居然涨到上这个礼拜三 也就是在3月23号的这一天 刚好跟这半年线的位置 几乎快要碰在一起 这其实是一个应该讲 如果说这个盘要翻多 我今天只要站上半年线 我觉得整个的市场的氛围 或许会有些改变 可是你看连续两天 从礼拜三过后 昨天今天 而且这两天 我们可以从美股的这个走势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其实礼拜四晚上呢 美股是大涨的 尤其是半导体股票 抱歉 应该是礼拜 礼拜是美股是下跌 可是我们是开低走高 所以看起来我们台股好像有点支撑 可是在礼拜五的晚上 你说美股的周三 对美股的周三 台湾的周四是美股的周三 对对对 抱歉 那美股是下跌 美股是下跌 那我们礼拜四的话 它开低之后有拉上来 那这个会让大家会觉得说 台股好像有支撑 蛮强的 对蛮强的 好像蛮有机会来攻这个半年线 但今天正好相反 对今天刚好相反 美股大涨 可是我们今天却反而表现得比较疲弱一点 对 而刚好在这个半年线的位置呢 它其实一直有一点攻不上去的味道 所以我们从这个外资的 我们通常来看 近一个礼拜 我们来应该叫说近一个月好了 我们台股要强 其实就是要看外资的颜色 外资它只要有大幅度的买超 我们当天台股的这个涨幅就会特别大 就例如像3月17号买了448亿 那涨了3% 3月21号买了74亿 3月23号买了112亿 那这些是在这一个月 它买幅比较大的 而且当天的涨幅也是比较明显一点的 可是它买上来之后 它有没有继续想要把它往上推上去 尤其在这个刚好在半年线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从期货的这个 未平仓的多单跟空单来看 其实从3月16号结算 期货结算完之后呢 我们看到未平仓的部分 其实变化不大 虽然中间有一些是有争有减 可是我们到现在来看 其实它的口述还是差不多 就是当天结算完转仓的口述差不多 对 平仓大台的部分 对大台的部分 那这样子代表说 其实我对后市的看法并没有看得特别好 也就是说这一波上涨上来 后面会不会再往上推上去 我觉得这个地方要稍微保持着一个谨慎的态度 尤其是像近期来讲的话 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现在三月底的部分 三月底我们陆续会有一些公司的年报 要陆续已经公布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去年的很多公司的业绩是非常好的 业绩非常好 当我利多公布的时候 股价还不涨 这其实会是一个担心说是不是有出货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个是要注意的点 第二个投信的部分 其实在这个月以来几乎都是买超 从昨天跟今天开始 他已经开始站在卖方 他连35买 对连35买 那到昨天跟今天礼拜四礼拜五两天 他已经开始陆续在做卖超 但卖超金额不大了 对卖超金额不大 那因为也刚好卡在这个所谓的 祭底作杖的一个关键的位置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想 会不会他们准备要做一些结杖的动作 尤其像他近期来看的话 你看连续他这两天 他卖比较凶的 像南科华邦这些低润族群 也是外资卖比较凶的 对外资也卖得很凶 投信也卖得很凶 这两个人一起卖 所以这些股价就整个被压着打 包含像长龙 海韵跟这个杨明 包含像其实近期 也应该说前一阵子的表现 还算不错的金豪科这些 其实这些尤其像金豪科 它是一个多方趋势的股票 或者像什么 像之前我们 金豪科今天已经跌破月线了 连三黑破月线 已经开始有了一些 陆续被卖卖下来的味道 那像前一阵子 我们不要讲这种比较大型的股票 比较中小型的股票 像三幅化 像安吉 像中沙 这些是我们在前一阵子 它个股的表现比较明显的 可是也在这一两天 也刚好也是这一些 投信在卖的过程里面 股票也开始在变得比较 中沙今天跌7%多 对 今天中沙跌的算蛮多 几乎一开盘快触及跌停盘 不过它今天 开盘是有创新高到138 对 收盘是还没有收在 昨天的收盘价值上 对 高点值上 没有收在高点值上 但是基本上已经有一些 我们讲高档遇到比较大的量 而且涨不上去 这个是多头来讲 可能需要稍微谨慎一点的 所以从这几个点来看 包含像这个年报公布 然后投信机里作帐以外 还有一个我觉得需要注意的点是 我们 如果你有在做放空的人 其实你会发现到 近期很多的电子股 它的股票都会面临到 准备要融卷要回补的 这个时间点 尤其像我们大概到四月 因为要开股东会了 对 股东会 然后会有强制回补的一个时间 所以这个比较密集的时间点 大约都会落在4月8号到4月11号的 这一段日期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放空的话 你在这一段期间之内 最慢最慢 你4月8号前 你就要把它回补掉 那回补是一个买进的动作 所以这也是一个买盘 所以看我们现在台面上 很多比较 我们讲之前说的弱势股 比较全值高价的这一些 为什么最近这个礼拜 刚好这五天 它也涨是特别凶 会不会有这一些 在嘎这一些回补槽的味道在 有比较典型的个股吗 像这一波在拉 高价股的部分 我这边 因为我这边只要看到一放空的 它遇到要强制回补 我就不要了 像前一阵子 我们比较会去观察像紧硕 3189的紧硕 那它也是比较弱的股票 可是问题是 它发现最近它也 已经一段时间 它已经比较没有再往下跌了 今天像南 今天像南电 星星都还蛮强的 紧硕星星南电 对 ZBF三雄的都还蛮强 都还表现蛮好 还有之前还有一档 3169的亚信 那像这一些 还有同心电 这些是比较属于比较算高价 那之前还算是比较弱势的股票 它在近期这种涨势里面 几乎都陆续续一直往上走 所以像这种情况来讲的话 4月8号的融卷回补之前的 这段时间针对中高价股 还有这些中大型的电子股 我觉得要稍微注意一下 它等到这一个回补潮结束了之后 他们还会不会再续涨 这个我们可以陆续观察 同时因为中间会卡在一个清明节 最近也不要乱放空 对因为你空的话 刚好遇到这种要回补的话 其实会很尴尬 4月3号连假4天 连6日的话有4天 其实我们之前老一辈的都会讲这种 所谓的三大变盘 所以那清明节刚好也卡在这段时间 我们先不讨论它 它到底是不是真的会变盘 但基本上我觉得稍微谨慎一点来看待 那外资今天期货是 卖超一千多口大台 那你怎么观察 它进空单有增加到一万两千多口 对 外资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在3月24号 它的多单口数是22061 两万两千口 可是它今天的口数是变两万零五百口 也就是说这一个空单的增加呢 其实不是架构在我的空单增加 因为它昨天的空单是三万三千口 今天是三万两千六百口 它的空单并没有增加 还减少 对空单还减少 它真正减的是什么 减的是多单的 对 这个未平仓 那减多单空单没有增加 这个意味就是说 它比较也没有看说会大跌 或是什么风险 而是说它看是不涨 应该是说这个盘 就是大约会是在这个地方 走一个比较盘整的局面 也蛮符合现在目前这个味道 对 上有铁板下有地板 对 那是不是后面会有一些方向 我觉得后面再看 我们休息一下 全球通膨股市震荡 三二九房市观察 新北第一圈 ABF别乱空 你去看统一投信 所有基金持股第一名的就是星星 它每档基金全部绑星星 它不会做结账吗 一定的 它一定会做账的 它拉抬它基金绩效 看新年星星是不是特别强 大家去看统一投信 所有基金第一名持股的就是星星 还有第二名就南电 南电也都掉不下来 它每档基金都去绑这两档股票 每一档都去绑 统一投信 小孩子才选择 大人我都全部要 所以我的基金也是全都要 南电跟星星 其实我发现这些 这些电子股的部分 有一些不是特别强的 它虽然没有跌 但是它在走一种整理的形态 那这种整理久了 如果盘是真的有在往下 如果有要往下修正的话 其实这个这些股票 可能就要小心 台胜科为什么今天会跌停吧 我也不知道 是因为利多出境吗 公布二月 二月字节0.76元 还不错啊 将来算一下一年EPS可以快10块 因为其实近期来看的话 这些DRAV族群的表现都很多 它可能多多少少 我觉得整个族群有这种 最近我发现比较特殊的是 外资在买的部分 他们都有一直在买的是 这个礼拜中钢 中钢是几乎每天 每天买 但中钢也不涨 对也不涨 它也不跌 中钢跟那个什么 中钢投信跟外资都在一直在买 钢铁股 它在买大同我也觉得蛮奇怪的 因为应该有 有人在卖啊 可是这种 你上次有说那个 它殖利率高 这个过去只要殖利率高的话 才能在出全息之前 可能都还会有一段 会啦 中钢铁股应该看起来 后市还没有结束 中红也是啊 前一阵子那个比较强的是 那个净存 我那个很标 那个在做短线的 都会在里面重来重去 最强的应该是东简吧 东简应该有休息一两天 休息几天了吧 今天在拉尾吧 又涨了一块六趴啊 因为昨天前天都在修正 东简啊 东简一直在创新高啊 1708那个嘛 对不对 对啊 好我们回现场了 每分一秒都陪伴着你 全世界牛秀吧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其实这波二战争 也造就了很多的概念股 比如像是这个农粮概念 化肥概念 其中呢 一档这个金今天拉尾盘 拉得非常凶 涨了快六趴的东简 也是这个盘面上 大家都在谈的一档股票 今天收在54块8再创新高了 但虽然没有突破本周的高点 本周高点是55块5的盘中高点 也是昨天所创下的高点 但今天收盘是创下收盘高点 如果你看到今天 全周来讲 你知道全周东简涨多少吗 涨了22趴 将近23趴 全周耶 那如果看全月 那根本是厉害了 你看整个三月以来 东简涨了35趴 现在这些股票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他可能在前一个礼拜 是强势股的 其实在接下来 他有时候休息个一两天之后 或是两三天 他又后面又再续强 对 这种就是那个市场 咬死不放的股票 对 其实我还有发现到 有些股票的 有个族群的股票 也有蛮强的走势 就是他本身是不能够融资融卷的 像那个3011的金号 还有像这两天比较强的松钢 这些他是属于说 比较中小型的 那他本身又没有融资融卷的 你也不能够当冲的 看起来好像筹码 他会比较 比较 比较急重一点 这一类的股票 也是蛮强势的一种股票 好 那筹哥你有 乔哥你有观察 在当冲情况 对不对 刚谈到当冲 当冲最近有什么变化吗 当冲的部分在最近这礼拜以来 有慢慢的在复苏的味道 因为其实在这个礼拜初 因为之前都在下跌 所以很多在冲的人就开始在休息 可是在这两天 当冲的比例占大盘的金额 没有增加 可是他的户数反而在增加 那代表说 在这两三天的行情上涨上来之后 有些人看到行情有在动了 又开始进来冲了 那这个量 其实一般来讲 当冲的量 它不是一个持续的量 它不是一个 比较波段性买盘的量 它就是一个短线的 也就是说这个量 不太能 我们现在看大盘 如果说这个量 很大的话 那如果说这个量很大 如果又有很高的比例 是当冲的话 那这个后面的涨势 可能就比较不会持续 像这个就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不是一个 实质买版的量 好 那热门当冲股 一定是这些热门成交量 高的股票 成交章数多的股票 对 成交章数多 那有一些 它才冲得掉 而且尾盘它如果 如果拉上去 要冲也比较好冲 最近有一些当冲股 蛮热门的 都已经有一些 蛮大的变化 像那个绿电 绿电之前 对 应该两天了 连两天都跌停 绿电是在做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 他是做绿电的吗 那个大鲁格之前 不是也涨得很凶吗 今天也跌停 对 今天也跌停 应该也是跌两天了 大鲁格 不是太鲁格 对 大鲁格 那个纺绿绿股大鲁格 所以这些股票 其实在这种 涨势很凶的时候 其实它在跌的时候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 非常的可怕 如果说 如果说在做当冲的 如果你本身技术不高的话 我觉得这个不要去碰它 这个风险会很高 那这个整体 记底之后的盘 是你的观察方向 就是你刚刚有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时间 4月的8号到11号 龙卷回补潮 对 那龙卷回补完了之后 这个也就是说 嘎空结束了 对不对 嘎空结束之后 马上5月6月要 逢到联准会要升息了 对 那台币最近很弱 像这个礼拜 台币是持续走扁 今天再扁1.1分 台币已经快破底了 今天收在28.613 我刚算一下 全州台币扁了2.53角 扁幅非常大 本周的扁幅达到 0.89%的幅度 那28.613这样的汇价 其实已经是快破 今年新低了 那如果台币破低的话 这基本上对外资的卖压 应该还是更重 因为外资本来就是 也会看汇价的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 不要说今年 这个月以来 大多数的情况 外资都是站在卖方的 而他这个卖方 我们在看说 有没有汇出去 就是看汇率的部分 其实好像不是我们台湾弱 连日本也都很弱 日本可是今天是连九涨 日经指数今天还算是 前波跌很凶 但是最近这几天来讲 它是 因为日元一直扁 对日元一直在扁 这个日元实在也蛮夸张的 那日本那个岸田首相 还讲说 弱势日元 有助于他们的经济 可能他根本就摆明了 告诉你日元要一直扁 很多人都说 他换日元换到 都只剩下日元 没有台币 越换越低 所以外资是全面在亚洲提款 对 我觉得在现阶段来看的话 盘市 尤其像我们目前台股的盘市来讲 比较大的机会 应该会在这附近 做一个盘整的一个走法 虽然说 可能这个外资的部分 可能会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他也许会做一些买潮 但我觉得稍微要注意一下 不要因为他买 或者是说 看起来盘市很强 我们就去抢这个多单 要抢可以 但基本上 还是我们选择一些 比较强势股的部分 例如 例如像 我们讲 如果说外资有买 那我想跟他买一些 跟外资相关安全度高的 例如像这个金宝 或者像华通 这些是比较 金宝华通 他是一直在买 对 他们持续一直有在买他 那当然有些人可能觉得说 我想买一些 金融股这一类的 那金融股的话 当然毕竟他整个走势 虽然说 就算他休息一两天 可是我觉得目前的来看 趋势还是没有变化 那唯一一个点要注意的是 有一些强势股呢 是像高值利率股 因为第一季 通常是高值利率股 表现都比较好的时间点 但这些股票 大概涨到 他要除全息前的一段时间 这个就要注意了 涨到他除全息 大概多久前 每一个股票的属性会不一样 但基本上他 不要说我跟大家报道说 如果说他在除全息前 就已经不涨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不要再报了 因为大股东都会有卖压 对 那有些股票 他可能会涨到除全前 当周都还在涨 那有些他可能除全前一个月 他就可能就不涨了 所以如果你只要发现到 这些股票 高值利率股票 他已经开始没有在涨了 甚至说他的走势 已经有开始那种 某些的高点 都一直有过不去的现象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不要再留 对就应该要么我们就换其他的股票 对 其实听众朋友也可以去观察一下 他去年前年除息前的这个状况 对 因为有些股票都有他的tempo 都有他的pattern 因为股票是人在做的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习性 然后你要不要参加除息 也很重要是看他填息的速度 那这个都有历史数据可以参考 如果是很快填息的话 都每一年都是十几天就填的话 那你也许可以去参加 你不在乎税的问题的话 你可以参加除息 对 虽然我是不建议说 一定要参加除全息 就是说你可能在除全息前 他可能有拉了一段涨幅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先 获利出场 先跑了 对 那除完息之后再买回来 其实除全息 他也是配给你的钱 他配给你的是你的钱 当然当然 对 所以如果说你这一段的涨幅 有一定的这个获利的话 我觉得可以先落在尾案 因为毕竟现阶段的行情 总是变化大 那为什么那个减资股 最近都是重见落吗 都是跌得很重 像国具 那个长龙 减资好像最近表现的都不好 有些减资股的话 他可能会在市场上 会去做一个买回库藏股的动作 那这一些来讲 会有些市场会认为说 是不是公司 因为毕竟过去年的获利太好 那公司这些钱 没有地方去做一个 再让自己 再让自己再去成长的一个动作 所以他只好用这种 所谓的减资 或者是买库藏股的部分 来让我的EPS 还能够维持在一个相对高 某种程度上 那这到底想讲是利多 那为什么股价反而跌呢 短线上或许是利多 买库藏股应该是利多 其实买库藏股 它是一种 我觉得是一种比较 让投资者认为说 我的EPS还不错 但是我有没有在发展的空间 这个就要考虑了 看的是比较后续 而不是眼前这个当下 算是比较一种防卫性的做法 对 那当然还是要看看说 他整个减资完之后 他整个走势的趋势变化 但是基本上 只要他减完之后 整个趋势 他并没有开始往上走 还是往下跌的话 这种我觉得 暂时就先不要去接触 好 那最后给我们建议吧 乔哥像你今年的操作的话 你现金跟持股比重 大概都怎么分配 像现阶段来讲的话 其实我 我认为这个盘式 目前它都还是一个 比较偏空的一个 虽然说近五天是上涨 可是我认为盘式 因为还没有过半年线 我会以一个空方来看待 所以在操作上的话 可能先维持 大概三到五成的资金 会比较好 也就是五成以上的现金部位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你放空 需要更多的资金 所以你需要准备更多的资金 等待当行情有反转的时候 可以再来做操作 非常谢谢股市乔哥 谢谢 交通安全一定强 一哈 我是强哥赵子强 又到了周五的 交安点个赞 买车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会依照 自己喜欢的颜色 与款式来做选择 但是你知道吗 就任何的颜色 你可能要把神圆 然后率领 选择 真的 几个颜色